总统府新任副市委长吴松林 3月1号上任 没想到才过两天被火速调离现职 传出他遭到了黑函指控 在担任中正玉校校长时期 疑似不当使用行政事务费 涉嫌违规使用公务车 而且论文也涉嫌抄袭 目前陆军鉴请先行注销 调任总统府副市委长的命令获准 改掉司令部委员 也成为任期最短命的副市委长 总统府市委长副市委长 职务异动原本的副市委长 李沁然扶正接市委长 二八当天就跟在蔡总统身边 负责人身安全 而副市委长由陆军第六军团参谋长吴松林接任 上个月20号左右先见习进行职务交接 3月1号正式或任命为副市委长 不过接任第二天就被拔官 改调任陆军司令部委员 创下总统府副市委长 有史以来任期最短记录 本部秉持物网物众的原则 建请先行注销 调任总统府副市委长的命令获准 吴少将已经占调陆军司令部少将委员 今年再次因疫情的影响 我们采行了线上毕业典礼 吴松林出任副市委长 军中内部黑寒满天飞 吴松林遭指控任职中正育校校长的时候 不当使用行政事务费 违规使用公务车 甚至涉嫌论文抄袭正印 黑寒直接寄到国防部行政院 跟总统府信箱引发高层关注 因为牵涉到总统警卫式的形象 国防部不得不快刀斩乱麻处理人事 要来担任总统府的副市委长 不可能没有做好事先的调查 或者是忠诚调查 那如果没有做好事先调查 那恐怕是严重的国安问题 副市委长是少将职缺 被认为是中将跳板 包含吴松林在内 蔡总统已经用的四位副市委长 只有李靖然顺利成为中将市委长 副市委长对内督导风际 对外协调安全维护 责任重大 人选考核不够谨慎 才出现刚上任两天 就被拔关的尴尬情形 记者小米花为彩台北报道